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8的选民认为川普的移民政策高于贺锦丽的33% 在关键的摇摆州民调上贺锦丽与川普也一直不相上下 而路透社也分析贺锦丽如此微弱的优势恐怕难以维持到投票日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间川普的阵言却爆出了争议 美国大选前最后一周不论川普还是贺锦丽 都密集现身摇摆州争取游离选票 不过根据最新的民调川普已经在宾州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只是做民调前还没发生这件事 听川喜剧演员一致波多黎各式垃圾倒的言论 在全美发酵共和党连忙止血 但伤害恐怕已经造成 因为宾州恰巧是波多黎各亿民众最多的一个摇摆州 有超过48万人 这个族群不能得罪 贺锦丽也抓准机会推出新广告 共和党策略师也对垃圾倒引起了风波 感到担忧 只是回顾川普的造势现场 整场都是带有歧视性的辱骂字眼 不过川普认为自己才是最大受害者 因为被贺锦丽贴上纳粹标签 美国社会因为大选陷入对立 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选民 美国选前不平静 但川普的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最近常被拍到在舞台上忘情摇摆 显然对选情很有信心 而且只要开始演说话就停不下来 根据统计川普现在的演讲时间 平均一个半小时起跳 这个现象还被欧巴马很酸 只是这些批评看在川普铁粉业里 反而是一种魅力 美国选情激烈 部分地区的提前投票率已经创下新高 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确保投票所的安全 不让有心人士打击民主 影响选民投票的权利 片新闻 纵火道 美中科技战持续延烧 拜登政府在当地时间28号 宣布禁止美国投资流向大陆的敏感技术领域 包含了AI半导体等最快在明年1月2号生效 大陆外交部也发布最新声明 表示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权利 大陆山东这家科技公司成功研发出大尺寸奈米厚度的泥酸锂单金薄膜 这种光电高端元件主要用于量子通讯航太等领域 能大幅提升光纤通讯速度减少能耗 用它做成的器件能耗低 发热少 速度非常快 目前国际上普遍的是做4英寸和6英寸的 我们是成功的率先开发出了直径8英寸的产品 填补了这个行业的空白 全球超过7成的泥酸锂单金薄膜都来自这家企业 他们也骄傲喊出解决了大陆5G晶片材料遭国外围堵的难题 但美中科技战仍持续升温 拜登政府在美国大选前再度出招 美国宣布明年1月2号开始限制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 包括香港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 从明年1月2号开始 美国企业或个人若想投资大陆和港澳的半导体 AI量子科技产业必须事先通报 违反者恐面临36万美元 约新台并上千万的罚款 事实上目前在大陆投资AI和半导体的美国企业相当多 包括英特尔、高通、特斯拉、苹果恐怕都得绷紧神经 美国政客为求政治目的 选人也都选其国家以及国民和企业的利益 将自食其果 香港特首李家超特别在香港行政会议前炮轰美国 大陆外交部也随即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为巩固半导体实力各国不惜出狠招 一名曾在大陆半导体企业任职的南韩籍男子 被指控涉嫌向南韩泄露半导体机密 数个月前遭大陆逮捕 成为大陆修订反间谍法后首位被捕的南韩公民 TVBS新闻小明镇蔡一剑综合报导 乌尔冲突敏感时经典 俄罗斯还是照样展开核武演习 朝远东地区射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 眼看北韩士兵已经在乌尔边境叙事待发 美国总统拜登就喊话力挺乌克兰 南韩总统尹席月则是电话警告责论司机 士兵一键按下红色按钮飞弹发射 乌尔冲突敏感时机俄罗斯完全没在怕 当地周二向勘查加半岛的库拉靶场 发射一枚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 展开核武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飞弹都击中目标演习非常成功 对此仍正在冰岛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几乎乌克兰要的是和平 由于北韩已经派遣一幻士兵 部署到乌尔边境库斯克地区 随时可能参战 美国总统拜登强硬力挺乌克兰 南韩总统尹熙悦直接打电话给泽伦斯基 警告他北韩军人将踏入战场 因为南韩情报院掌握 北韩与俄罗斯正在进行部队调动 高级军官可能被转移到前线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还加强安全措施 避免被暗杀 就算不见面俄罗斯外交部长 还是强调与北韩关系紧密 并且认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并不违反国际法 其中一方遭到军事攻击 就必须互相提供援助 TBS新闻综合报道 北约也证实北韩已经派兵 到俄罗斯的库斯克参战 而且已经派出了一万兵力 比美国原先预期的还要多 美国舞爪大厦就警告 如果证实北韩真的参战 将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转使用长城武器攻打俄罗斯 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 在这个敏感时刻 启程前往莫斯科访问 因为北约秘书长已经证实 北韩派兵 到俄罗斯准备参战 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目前北韩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的 而且北韩派兵的人数 比美国原先预估的三千人还多 可能已经多达一万名士兵 南韩密切关注北韩部队动态 总统尹熙悦也和欧盟主席紧急通话 美国五角大厦表示 如果确认北韩参战 美国将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让他们可以动用远程武器攻打俄罗斯 无二战争爆发后 北韩虽然没有直接派兵支援 但一直偷偷支援弹药武器给俄罗斯 北韩部队如果真的加入前线作战 更让打了两年半的无二战事 更加复杂 难以收拾 TVB新闻综合报道 超为AMD第三季营收 和最重要的数据中心收入都创新高 不过第四季展望却不如预期 29号股价大震荡 从收盘涨进4%翻黑下沙 盘后重挫超过7% AMD预计第四季收入为75亿美元 折合台币2400亿元 略低于分析师平均预估的75.5亿美元 AMD推出的最新MI300加速器产品 将增加关键之一 而执行长苏自丰则表示 AMD在供应链上的改善已经有进展了 需求超出目前预测时 仍然会面临供给的压力 面对供应的能力 整体还是感到乐观 再来要看到的是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参与沙吴地阿拉伯的首都 指办的未来第八届 未来投资倡议 马斯克大胆的预言到2024年 世界上至少会有100亿台的人型机器人 每台售价落在2万到2.5万美元之一 指出到了20240年 人型机器人数量可能超过人类的人口 至于特斯拉开发的人型机器人 将使特斯拉的估值增加 成为一家市值超过25兆美元的公司 而欧洲学家从2016年开始 就搜集了大量的猪叫声 再透过AI的演算法 可以辨别猪的情绪 研究后发现 如果猪只发出了短促的声音 代表正面情绪 如果是长叫声 代表不安或是不开心 你能从这样的猪叫声 或是这样的声音 来判断眼前小猪现在的心情 是好还是坏吗 想必非常困难 不过欧洲科学家开发一种 能解读猪叫声的AI演算法 我自己的研究是 在如何人们表现的情绪 然后我认为很多种类型 大专业的专业专业专业 欧洲科学家录制数千场景下 猪只的叫声 包括玩耍孤立或者争夺食物 并建立庞大的资料库 科学家发现 叫声会根据情绪品种 以及年龄有些微差距 再透过AI判定叫声 到底是正向 还是消极状态 短叫声代表猪此刻的心情 是正面的 长叫声则是相反 尖叫声代表猪只面临压力 时常出现在打架或者受伤时 而在瑞典则是出现机器人 拉大提琴的惊人场景 两只机器手臂一只拿弓另一只压弦 两只机器手臂一只拿弓另一只压弦 这款机器人大提琴结合了工业机械手臂和3D列印的零件 由一名作曲家设计开发 未来会考虑加入AI技术 让音乐演奏摩擦出更多火花 提不出新闻 走吧 而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船 神舟19号凌晨成功发射了 三名大陆太空人第一次带果蝇上太空 展开生命科学研究 资深特派记者陈向竹 还有谢贤熙在全球全卫星发射中心 指挤火箭发射现场 3 2 1 烟火 10月30号凌晨4点27分 搭载神舟19号载人太空船的长征2号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大约10分钟后 神舟19号太空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过程TVBS采访团队全程直击 带大家来看一下发射场内的状况 在我右手边的这一栋呢 它是一个控制楼 在此之前 它已经和前方的火箭进行所有的测试和对接 在我背后的这一栋的话呢 它则是这个卫星发射中心 里头呢有一个备份的火箭 大陆启动新一轮太空任务 多国媒体派人到场 这次备受关注任务之一 就是第一次带果蝇上太空 开展生命科学研究 果蝇的许多基因 与人类基因具有相似性 其研究可以获得 对人类遗传疾病的认识 为研究人类自身 在太空的适应性奠定基础 我们研究骨骼 研究肌肉 研究神经 这些细胞啊 包括这些微重力对它的影响 神舟19号三位太空人 有两位是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90后 当中王浩泽是进入太空的第三名大陆女太空人 神舟19号表定在太空铸点半年 要完成太空站碎片防护装置安装 舱外载重及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等 86项太空实验和测试 TVBS新闻陈向如 谢前夕 甘肃采访报道 神舟18号在按计划返回地球 而出差太空半年的时间内 一大突破是完成了太空养鱼计划 这是饲养和人类基因 有87%高度相似的斑马鱼 探索未来人类在太空建立基地 或是长时间留住 如何资源自给自足 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过去最大的不同 是这次除了三名太空人还安排了特殊乘客 太空浴缸看上去简单实际上面临不少考验 在太空吃重的环境下 浴缸必须保持密闭状态 否则水就会往四周飘散 科学家为四条体长4到6公分的斑马鱼打造密闭生态系统 水族箱里大约有一身的水 还有藻类和微生物 斑马鱼呼出二氧化碳给藻类进行光合作用 藻类产生氧供给斑马鱼 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 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 未来在月球乃至火星实现长期生活打下基础 斑马鱼的基因超过八成和人类相同 大陆科学家天上养鱼目的是探索未来人类能在太空建立基地 长时间驻留时如何掌握资源 这边种植的是生菜跟茎部分 大黄的这个区域就是前面我们减食的部分 除了养鱼太空人还种起生菜樱桃番茄 只要研究出植物在太空中生长的规律 就可以再进一步尝试种植粮食作物 甚至将来能前进火星重粮食 日常小事搬到太空就变得困难许多 还要长时间处于密闭空间身心承受极大压力 因此太空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保持健康 李聪正在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抗组锻炼装置 载轨通过深蹲 硬拉 划船等动作 进行上下肢的力量锻炼 在失重环境长时间生活会导致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 太空人必须得透过握力器 弹力带等工具辅助 增强肌肉力量 此外日常心电图 血压等身体监测工作更是不能少 航天员利用脑电帽等设备完成脑力复合任务及模拟航天驾驶任务 实验全程收集脑电数据 任务绩效数据以及主观量表数据 练肌肉也得顾心理状态 只要戴上装有多个感测装置的脑电帽 太空人执行任务时 脑力负荷影响就会被侦测上传到电脑 这样一来 科学家就能进一步分析太空人疲劳情况 在每一个水面区里都有一个像这样的悬窗 这可是宇宙级别的悬窗 望出窗外就能遥望地球 各地建设景色 尽收眼底 太空视角看长江 仿佛一条跨越大陆东西的金腰带 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都江燕也一览无遗 现在中国空间站正快速掠过祖国西北 蜿蜒的黄河流经黄土高坡 在核桃平原盘横后奔流向东 土地逐渐呈现褐色 金航大运河 韩庄运河等水系 把洛马湖 洪泽湖 高游湖 淮河链接在一起 从洪泽湖往东流向黄海的水道 就是淮河入海水道 全长160多公里 神舟18号 4月载着大陆三位80后太空人 出差太空近半年 在结束任务前两周 陆续进行设备维护检查 更换实验样本等交接 神舟19号的准备工作 TVBS新闻程序 李敏珍 综合报导 康瑞台风今天上午升级为强台 警戒区范围也扩大 包含台东 恒春半岛 花莲和屏东 将数也预估今晚全台都会列为陆景范围 全岛明天都在范围之内 就连外媒也相当关注康瑞动态 周三上午8点钟第21号台风康瑞已经增强为强台 持续朝东南部海域移动 目前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 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达到300公里 警戒范围通通扩大 路上台风警报除了台东 恒春半岛 新增花莲跟屏东 气象鼠也说晚间只有陆景 可能会涵盖本岛的所有范围 明天的下半天中午前后到傍晚 它的中心就有机会登陆到花莲以南的陆地 气象鼠也说台风未来有加速的趋势 周三晚上开始北东雨是加剧 沿海风浪也变大 周四一整天北东风雨强大 东半部要防豪雨以上 西半部开始转雨 暴风圈逐渐影响各地 中心也可能登陆到花莲以南 要到周五清晨台风过山之后 北东雨势还是大 中南部转迎风面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 特别要注意的是迎风面雨量子曝 在周四白天这段期间 北台湾有一个比较偏东风的这个分量 所以在大台北的这一带 也可能会有这种风强雨大的情形 24小时雨量预测 大台北宜兰花莲台东 为24小时可能累积到局部豪雨等级 预估雨量累积300毫米以上 宜兰山区甚至有大豪雨等级 雨量可能达到400毫米 而康瑞也是继赫波台风之后 28年来最胖台 1996年赫波台风暴风圈达350公里 这次康瑞台风结构扎实 范围也够大 台风眼先瞪大又缩小 抵达台湾前增强到墙台 同一个台风台风也比较大的话 它会比台风也小 墙都要来得多 风力最强的地方可能出现在登陆点附近 又延防16级墙阵风 中北部沿海陆地以及花莲阵风 大约12到13级 民众都得严加戒备 做好防台准备 TVB的讯息 曲家瑞琳丽 艾星人上的台报道 肯定目前岸边已经出现了大浪 而沙滩也插满了红旗 禁止下水 往返东港小琉球的床班 明后天停航 旅客提前结束行程 赶在今天航班 还有开的时候返回本岛 不过也有不少物资急着运到小琉球 以免断航后就已经催了 少了粮食 海浪一波又一波打伤案 30号上午强烈台风 康瑞逼近 恒春半岛发布路障警戒 沙滩已经插红旗 禁止游客玩水 而在后壁湖渔港 停满满的船只 提前返港 船身绑绳索好好固定 因为这次强台 势必强风豪雨 恒春政工所准备200多个沙包 放在恒春国小对面的停车场 供民众领取 而在早上就有不少民众 过来陆续领走近百包 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部分的沙包已经被领走 没有限制数量 居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政工所机动增加数量中 三头到现在只剩下 我们还在准备 要还要再准备500包 大概有700包的数量 镜头换到往返东港 小琉球船班 出现人潮往本岛移动 游客提前结束行程 也看到了一箱又一箱的物资 运上船准备前往小琉球 因应台风31号及 11月1号停航 航班没开 留在小琉球的居民 先备妥物资 冬天小琉球会比较没人 所以我们就回来本岛这边 行程有走完吗 没有 提到结束 变成墙台了 所以预估浪高都会打 两公尺以上 所以还是不适合航行的 康瑞台风动向 会不会从横春半岛登陆 气象鼠持续观察动向 在风雨来临之前 台湾南境之国先做好万全准备 TVBS新闻 另一帮卢品浩 评论报导 追踪第一线线上邀请到的是 天下杂志研究资深主编 孤树仁 树仁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美国大选倒数计时 最新出刊的天下杂志 预测美国选后的政策变化 如何牵动台湾 要请教树仁就您的观察 在对中国的战略目标 还有制造业回流 以及对内的政策目标 川普还有贺锦丽 有什么样的共识 以及相议之处呢 好的 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整个国内 他们有两个非常强大的共识 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 有非常强大的两个共识 一个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另外一个就是要推动 制造业的回流 来替美国的制造业劳工 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从川普在2016年 总统的任内 到2020到2024的 拜登总统任内 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延续的 拜登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 基本上还加强了 他用了晶片法案 同棚削减法案 这些政策 还有对中国进行 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任 谁是总统 不管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这一个两大战略目标 是不会改变的 那比较不同的是 战术手段可能会有所不同 基本上贺锦丽预料 应该会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 用产业政策的手段 补贴美国的制造回流 那川普可能比较偏向 用关税的手段 他在竞选的时候已经强调 就是他要对所有进口美国的产品 加征10%的关税 特别是要针对中国进口产品 全面加征60%的关税 他也在竞选的时候不断强调 如果企业不想缴 这些关税的话 就把工厂搬到美国来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预言 来形容这个不同的话 贺锦丽他可能比较像是太阳 那川普比较像是北风 主要的差一点在这边 但是战略目标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天下杂志团队这次也有深入选情 章鱼歌之称的密西根州 这个关键的摇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 要继续请教书人 您在当地的观察 当地的保守右派 还有多元进步的左派 不同价值观的对立情况如何 是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的政治和社会 是非常严重的对立 分化非常严重 两极化很严重 那这个严重的对立跟分化呢 会怎么样影响选情 主要是在这样的对立情况之下 不管是共和党的右派的保守派 或者是民主党的进步派跟左派 他们都很难 在自己的基本派 跟原来的支持者之外 在扩大选票来源 所以为了要慎选 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慎选的关键 就在于把基本盘 跟原来的支持者的选票给吹出来 在极大化的扩大他们的投票率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有机会慎选 那以这个条件 以这个情势来说 会对贺锦丽比较不利的 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政治社会对立的分化 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之外 他们各自阵营之内都有保守派 温和派跟极端派之间的对立 在共和党来说 共和党的极右派 他们一直不愿意 美国继续在支持乌克兰 但是温和派是想要继续支持的 在民主党阵营之内呢 就是在以哈冲突这个议题上 民主党之内的极左派 他们是非常不满意现在拜登政府 继续支持以色列这个政策 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应该要求以色列停火 跟温和派 民主党的温和派之间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贺锦丽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现在民主党之间的分裂 可能会比较不利贺锦丽的选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比如说以密西根州为例 密西根州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阿拉伯裔的选民 大概有二十几万 那这个二十几万 虽然占密西根州的总人口 只有2% 可是川普跟贺锦丽 跟州的民调支持度 基本上是平手的 所以这个二十几万人的投票倾向 非常有可能左右贺锦丽的选情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我们政治社会严重的 对立分化之下呢 最后决定这个谁会胜选 就在七个关键摇摆州 那密西根是其中一个 所以最后决定密西根州 会不会这个15张的选举人票 会不会投给贺锦丽 可能就在于这个 以他这个问题上面 树人在报道当中 您有提到 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台美的新伙伴关系已经形成了 您认为台湾将来有机会 和挑战是有哪些 尤其是台湾的科技产业 在美国强调国家安全 和供应链的稳定下 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美国推动 跟中国经济脱钩 跟推动制造回流之下 正在台湾正在形成 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那这个新的伙伴关系 最大的特征 就是美国重新成为 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跟 不好意思 重新成为 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跟最大的投资国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从西元2000年开始 中国大陆 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就一直是 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跟最大的投资国 但是在美国推动 中国经济脱钩 跟制造回流之下 很多台商将 他们的生产基地 从中国大陆 移到东南亚 跟移到台湾 尤其是伺服器 所以在 很多台湾的伺服器 从直接从台湾出口 到美国的情况之下 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大增 另外还有因为 很多台湾的制造业 到美国进行投资 从了台湾的电子零组件 跟网通设备 出口美国大增 所以美国重新变成了 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人有提到 到美国 到美国进行 其实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是因为美国 它是全球最大的中专市场 其实也给台湾制造业 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 我们这次在美国采访了 不少的台湾制造业 我们以光链为例 它是台湾最大的面板供应商 但是它现在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已经遇到一些成长的瓶颈 所以它必须要寻找 新的成长来源 所以切入美国三大车厂的 车用面板供应链 变成了一个它推动转型的 非常一个重要的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在德州 我们看到环球经营到美国 投资设厂 我们知道现在对于 整个台湾的企业 还有全世界企业 最重要的事情来讲 就是进行低碳转型 可是留在台湾的企业 面临的台湾缺少绿电 跟绿电价格太昂 在德州呢 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绿电 所以就变成很多台湾制造业 要推动低碳转型 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 这个主要是机会的部分 那比较挑战的部分 我们都听到所有的 台湾的企业都会反映 就是说 美国的工作文化 其实跟台湾差异非常大 就以台积电为例 创办人昌宗摩曾经说过 台积电的员工 都非常有敬业精神 他们通常是可以 24小时待命的 可是基本上这个在 美国是几乎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台商就是 必须要运用很多方式 来克服这个问题 不管是工作文化 或者是制造业的成本比较高 谢谢树仁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 谢谢 大陆电商年度盛世 双十一购物节开跑 但最近却发生了 拆包裹送衣事件 还冲畅热松 湖北有一名女子 拆完包裹 顺手揉眼睛 结果感染带状炮症 中国大陆电商年度最大规模促销活动 双十一进入宣传期 各大平台广告开始朝顾客狂轰猛炸 天猫这次将日本 泰国等十个国家和地区 加入免运区后 将近七万间商家成交翻倍成长 双十一助攻下 大陆整体快递业一天收件 就超过七亿个包裹 再创历史新高 来自各地的包裹 送到快递公司仓库 交由人工或机器分类 再分送各区 运输过程环境复杂 不免沾染尘土细菌疾病毒 大陆湖北一名65岁的女士 拆完包裹没洗手就有眼睛 结果眼睛红肿还剧烈疼痛 检查后发现居然感染了 眼部带状泡疹 疼痛等级被判定达到 比生小孩还痛了十级 如果没有及时医治或治疗不当 会导致角膜溃疡 严重会影响视力 甚至并发脑炎死亡 迎接双11电伤狂髋节之际 大陆医师也提醒 拆完包裹后要立即洗手消毒 避免直接接触食物或皮肤黏膜 前AKB48的成员 小岛杨菜日前出席签书活动 却在离场时被陌生的男子 从背后强行拥抱 而这个男子却自称来自台湾的学生 签书会前先来一场实战演练 前AKB48成员小岛杨菜露出甜美笑容 准备迎接粉丝 28号他在涩谷出席写真书活动 没想到离开会场那一刻 经遭到陌生男子从背后强行抱住 甚至被暗倒在地 事发之后 男子立刻遭到现场工作人员压制 警方随后也赶到现场 男子被以现行犯逮捕 根据日媒报道 袭击小岛杨菜的 是一名42岁自称来自台湾的语言留学生 不过具体身份仍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莫名其妙就被粉丝强行拥抱 小岛杨菜虽未受伤 却吓得不轻 随后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 宣布29号的签书会取消 会再挑选其他日子和粉丝见面 就连前队友高桥男也心疼表示 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 绝对不能饶恕 小岛杨菜虽为十年推出写真集 认真对待每一位粉丝 但却因为一位民众的不理性举动 让原本欢乐的签书会全变了掉 工作人员也透露 今年八月的活动就曾出现一名激动粉丝 与这名男子是否为同一人 还有待确认 不过金钦公司也火速发声明表示 无法接受任何侵害隐私 以及跟踪等行为 会委托律师讨论对策 强硬态度保护旗下艺人 TVB新闻范宇宣综合报导 2024大陆富豪排行榜揭晓了 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以1.57兆新台币的财富 几下连霸三年的中产审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如果不创新的话 很可能会被甩出一大截 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八年前还是第一次参加 大陆闽商大会的青年创业家 2024年他就以3500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1.57兆身家 成为中国大陆新首富 我在一个农员的一个现场 所以你没事干的话你就得看书 41岁的张一鸣白手起家 在2024胡润百富榜几下霸榜三年大陆首富宝座的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 53岁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1.41兆身价排名第三 张一鸣成为中国大陆第十八位首富 得益于字节跳动旗下TikTok在全球获得巨大成功 TikTok2023年全球总收入超过3.8兆台币 让张一鸣财产一年就暴增4.7亿台币 娃哈哈42岁接班人宗副力以810亿人民币约合台币3644亿身家成为大陆新的女首富 胡润百富榜台湾也有86位企业家上榜 郭台铭以4180亿台币财产排名30 林百里排47 新上榜前10名富豪有4人来自台湾 其中华城电机许邦福因为搭上电网建设顺风车 股价涨翻天 荣登新进榜第一 另外新宇航空张国伟 川湖科技林聪吉 爱山林驻文宇也首都进榜 整体来看 今年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比去年下降10% 缩水到人民币21兆 房地产和新能源产业的企业家身价跌最凶 也跟大陆经济走向不谋而合 TVBS新闻夜居宏林敏珍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华北14家顶泰风 明天将全数接业 起因就是因为经营权之争 恒泰风母公司新任董事长 今天到北检案林申告 很明显的对方并没有执行交接的行为 也拒绝了交接 不管是张账策或是财产清策都没有 交接不顺 北京顶泰风陷入经营权之争 母公司巨人指派新董事长林李红 案林控告恒泰风前董事 韩家成侵占背信罪也递交诉状 但确定的是华北14家门市10月31号 全数歇业资遣800名员工 外传需要给付4200万元 恒泰风也周到强制清算 我们不希望他收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就是急于 急于想要把他处理掉 母公司巨人大股东孙铁汉 指控韩家成金流不清获利流向旗下的三家公司 支付台杆的薪水也远低于4.65亿元 指控韩家成掏空 但他也反击说被抹黑 也要提告诬告跟诽谤 更发声明说从没看过账目有问题 自己被捏造 怀疑支援公司没开过股东会 也说的确顶泰风停止授权 通平李领红立场矛盾 手清算还是经营公司 曾经营权多年交情好友也翻脸 先前韩家成股份拥有44% 孙铁汉跟杨基华跟占了将近30% 但杨基华股票卖出后 孙铁汉成了大股东 韩家成强调的确疫情亏损超过4600万 但2023年有赚回849万 是因为经营权争议才会被迫终止计划 而庭泰风现在也得告别华北市场 何时才能重返也打上问号 TVB的新闻 亮男的英杰家庭 SNG小组台北超报道 美国华府智库日前提出报告 台海航道如果因为两岸冲突而中断 会冲击五分之一以上的全球航运 而大陆对台发动隔离的态势 隐约成形 解放军网路部队威胁也会增加 来看我们的报道 非实体的袭绕往往比石兵实弹更难防范 中油的天然气传出因为这个军人的影响被迫掉头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 那个真的是争议讯息的操作 认知作战 争议讯息真假一时难辨 自往侵略更是无孔不入 各部会盘整了当前中共对台威胁的可能样态 国安局的市警点名了解放军网路空间部队 很可能将矛头对准台湾的电信 能源交通等等设施 透过掌握网路的节点配置 进一步夺取政府或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搭配军事动作扰乱社会 其实很多时候的一些网路攻击 它的成效不会立刻摆出来 因为如果它一摆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说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去做防范的 它可能是平常的时候 就会尝试想要潜伏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等到如果今天要演习或进攻的时候 再去发起 再去唤醒这些病毒 或唤醒这些作战 让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可能会收到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让它停机停摆这次的状况 因为当人们的一个接收讯息的来源 如果说是手机或网路 当它没有办法去得到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这个时候 会去误信一些不是讯息 俄罗斯在地面部队侵略乌克兰之前 就是先进行网路攻击 那这个网路攻击包含他们的政府的电脑系统 还有金融的系统 那也就是说让希望 就是对俄罗斯来讲 他希望在他的地面部队进去的时候 乌克兰的内部的联系是有巨大问题的 关键基础设施实体防护动作 如今只能算是整体防卫 后来是 瘫痪一大要素是里应外合 当中共走海路 为而不打的几率大增 冲击的不只是台湾重要物资的进出口 和每年总价上千亿美元的转口贸易 也牵连了邻国 生命线维持 这份威胁 韩国恐怕感同身受 智库CSIS报告 以2022年为例 台海航道攸关于日本 32%的运输进口 和25%的商品出口 而韩国比例上相去不远 3570亿美元总金额 也只略逊于日本 从能源的角度来看 两国该年则分别从中东 进口95%和65%的原油 而台海航线就是必经之地 影响的也包括9个金砖国家 还有中东有30%的石油 就是他们输出各个国家 大概有30%要穿过这个地方 这个个别的国家的影响的话 其实大部分是这个原物料 受到台湾海峡最大影响的 这个国家里面 5个里面有4个是非洲国家 以钢果为例 钢果它的这个铜矿 还有孤矿 它出口70% 它要穿过台湾海峡 光是避开中共强行登检来往船只 对台隔离 全球航运绕道而行的时间金钱成本 就难以估计 但是台海它可以绕的 这个是往东岸绕 那也就是说它稍微 大概多三天的航程 其实这个货品是还可以通的 只是说它的这个航运成本会增加 我觉得这个金钱很难估算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苏伊士运河 或巴拿马运河 这两条做比较 台海如果是增加三天的话 大概是三分之一余 这个苏伊士运河被封锁状态下 或是有被干扰状态下 不能使用状态下的一个成本 印太地区国家之中 东南亚各国预估受灾的程度 相对较轻微 但是对于澳洲而言 平均27%的出口 价值1090亿美元的贸易额 也将受到波及 令人玩味的是 非洲国家不论是钢果 或厄力垂涯的金属矿 或加蓬及安格拉等国 40%以上的石油 也得途经台海向中国运输 北京当局难道不怕 殃及自身 影响到中国自己本身很大的是 上海港或者是广州 厦门 深圳这些港口 可是它还是有像天津港 青岛港 大连港 这些可以做第二线的预备 所以对中国来说 它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会对台湾实施 所谓这个全面的封锁跟包围 美国近年对抗中共时 强力主张的印太地区自由航行 影响层面 本来就不仅止于单一国家利益 当台海周遭的威胁 彼此加成中 经济和安全 牵一发动全身 体育别新闻 徐坤山正胜为业佛 台湾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